雙子座的朋友,無論是太陽還是上星雙子 在農曆十七到農曆十一月尾 即是由下一次新月開始之前,那個自生運勢會怎樣呢? 為何今次要到農曆十七呢? 因為平時我們是十五十六滿月的 但今次那些星星走得速度的問題 就要到農曆十七才正式發生這個 我們西洋簽聲學裏面考慮的一個滿月 即是日月剛剛在對面 就是一個忌忌行的角度 其實今次新月圖都沒有什麼特別 但我們可以見到一個唯一一個亮點 就是一個T-square 就是一個變動大三角 這個T-square其實都是勉強才成為一個上位 其實它不是一個非常忌忌行的東西 然後壓力點呢? 在海鑲魚 which is 你們的十公和公主星 同時這個海鑲魚 它又在三分 一個入廟天蠍的火星 然後這個是你的六公公主星 OK 那再配合 因為今次我日月對分 是發生在你們的七公和自身公 那這些能量呢 其實已經是說一些遺忘寬恕放下 然後重修夠好 重新出發的東西 那果然呢? 果然果然真的 就是塔羅牌在說這些東西 是的 一些過去不開心的關係 無論是 就算有沒有愛情在 就算是愛情 友誼 同學之情 手足之情 兄弟姊妹 家人 什麼都好 總之是跟人有關的 應該不會跟動物有關的 是的 總之 過去有一些不開心 但是其實 當你們再去回顧一下 尤其是你去回顧一下 你才會發覺 咦? 其實我們之間都還有一些感情 應該這樣說的 情感 是的 所以有時候覺得中文字很有趣 感情就好像說得比較像是愛情 是嗎? 就是通常有一個connotation 就是愛情 但是情感會再比較忠誠一點 就是反過來的字 這樣就有不同的感覺 Anyways 是的 再去回顧一下 其實大家都還有情感在這裏 所以就會重修夠好 OK 還有塔羅呢 講到明 尤其是水性星座的人 是的 即是雙子的朋友們 你們想重修夠好 在接下來 去到下次新月之前 即是下次開始 塔尖亂星座運勢之前 你們盡快跟水性星座的朋友 重修夠好 也都更加更加更加 尤其是天蠍座的人 是的 祝你們好運 還有 是否要預祝聖誕快樂 會不會太早 下次幾時 不是啊 下次好像是聖誕 那我收回這句 以後再祝大家聖誕快樂 至於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